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不多像一张银行卡的宽 大概有4厘米左右 大头草柜是90年前 时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动物学家 方炳温先生 在南京地区发现并命名的 所以南京算是大头草柜原产地 不过后来发现相邻的江苏 安徽 湖北也有分布 不相邻的广西也有 住 当时南京部属于江苏 江苏省会在镇江 大头草柜自从在南京发现并被命名后 关于到底有没有这种草柜 亚洲 以及脑袋大使如何形成的 就争议不断 从现状来看 东龟先生简单总结一下 一 官方正式口径 是承认有大头草柜这一草柜亚种的 官方的正式称谓是大头乌龟 这在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贸易公约附录名录 以及三有动物名录中 都能轻易找到大头乌龟 乌龟 黑井乌龟 这三种定列的乌龟 二 商家层面 你懂的 自然是认为这是单独品种 前面这两类应该说争议都不大 都倾向于认为这是单独的草柜亚种 三 玩家层面 争议很大 有认为这是单独品种的 也有认为这就是草柜 只是生活环境不同造就的赤裸等鹦鹉 玩家的争议实际是来源于下面这类人的争议 四 研究人员的争议 目前在科学研究上对于大头乌龟到底是怎么来的 属不属于单独亚种 争议也很大 基本上来看国内研究人员多倾向于认同大头草柜这一亚种 而国外研究人员否认他的比较多 当然两方都有证据之称 例如在基因序列方面 国内研究人员多认为大头草柜和草柜 在基因序列上还是有不少不同的 既然有不同 这不就是不同品种吗 国外研究人员多倾向于认为 这种不同可能是生活环境选择的结果 也可能是与其他龟杂交的结果 并不足以证明这就是特殊品种 当然国内研究人员也有不少持类似的观点 总之 这东西从科学研究上争议就比较多 在玩家中有争议就是更好理解了 国内居目前比较近的大头草柜研究 是安徽师范大学的这么一篇研究 这篇研究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90年前方炳文先生发现大头草柜的时候 据其记载还是有雄性大头草柜存在的 然而今天发现的大头草柜 基本都是雌性大头 没有雄性大头草柜 只有雌性大头草柜 那么这些大头草柜是怎么来的呢 安徽师大2015年的这篇研究认为 大头草柜可能存在孤雌生殖现象 理由是他们2008年隔离 饲养了四只成年大头母草柜 四年后产下21枚蛋 孵化出了19只龟苗 两枚破裂 他们推测大头母草柜可能不需要雄性 就能自己繁殖及孤雌生殖 当然这只是他们的推测 具体也没有更多证据 这篇研究同时也从基因序列方面 提出了大头草柜来源假说 认为可能是草柜和黄猴泥水柜杂交的产物 这倒是有可能的 因为草柜和黄猴泥水柜的杂交后代 蜡虚泥水柜 在上面提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公约妇虏和三有名录中 蜡柜也是单独品种 单列品种 这说明自然界中 草柜与黄猴泥水柜的杂交几率挺大 但东龟先生不理解的是 黄猴泥水柜的脑袋也不搭啊 难道砸完以后 再返回草柜中认祖柜宗 脑袋就开始变大了 在上面的研究中 东龟先生最感兴趣的 不是什么孤思生殖 也不是黄猴杂交假说 而是里面报道的 那四只大头母草柜的后代 并没有大头草柜苗 头部比例都是普通草柜苗 这也是目前的现实情况 我们能看到成年的大头草柜 但柜苗大头的很少见 很多人说 东龟先生你说的不对 我的草柜苗脑袋就很大 其实这只是草柜苗刚出课时 头部和身体比例不协调导致的 再痒痒你看还大不大 几毛钱一只 一两块钱一只的湖北草柜苗 都宣称是湖北大头草苗 长大了有多少是真正大头的 目前大头草柜就是这样 无论是在科研群体 还是玩家层面 都是充满争议的 基本是国内认可这一品种的人不少 国外认为是草柜的多 东龟先生是倾向于后者的 即大头草柜 中华草柜 朝鲜草柜 日本草柜 都是同一个品种 只是他们在不同环境下生活 为了适应环境 在外观上有了些许差别 是自然环境选择的结果 如果真是单独品种 那么柜苗出荷就应该有明显不同 实际上 他们与普通草柜苗无异 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脑袋大的柜苗 但这只是个体差异 和品种无关 比如人也有脑袋大的 难道是大头人单独人种 有成年大头草柜现状基本都是母的 没有大头草柜苗有个别大的个体 它的来源和成音有争议 这就是大头草柜的实际情况 东柜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